自当全高远 风云高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红磡体育馆MIRROR大灾难 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逐渐真相流露 最重要的正如我在电台指出 为什么会只剩两条铁链或者两条成索 这个是缺乏的常识 中间有很多人提举不同的原因 其中有一个是更深层次的 就是立法会的议员马逢国华 因为这两年人财流失走了很多 所以导致这些舞台的工程技术的人缘不够 所以产生灾难 这个问题是非常有趣的 到底为什么会人财流失呢 我先讲讲现在英国的情形 英国和法国和纽约 这都是 这两年这个确诊和疫情 对戏剧演艺界的打击很大的 我们都知道包括在West End 甚至在纽约的白鲁会那些音乐剧 那里做这个行业的朋友都告诉我 是直接整间戏院封了 政府是津贴了 然后里面很多那些舞蹈员 或者那些二三线的演员 其实人工是很矮的 有很多是续长计的 就算是唱跳音乐剧的main cast 男女主角就一个月 take home pay 如果大家年轻 是不是 你不是大名声 就是拿回家都是两万多磅 三万而已 这个是舞台剧 电影更加没有公开 你也知道 英国是一个叫one city state 所有的金融文化经济科技的中心 基本上集中在伦敦 有些在晚城 这十几二十年来 由于这些演艺工业 加上这个旅游黄城 每晚爆满的时候 就聚了很多演员 和后台聚了人员 一旦close down 你也知道 这些人很多是出 过个礼拜计周身的 于是一没工作 等了几个月 去酒吧 和朋友一起磨一下日子 然后最糟糕 很多年轻人 是和别人share一个flat住的 如果你再没有公开 他的租就交不起了 政府一直津贴 都是有个限度的 最后要么就是剧团解散 然后他们就离开伦敦 回到自己家的乡下 去到乡下就过个转行 有很多就走了去那些 一般的那些 那些小的地方 有些做工人 有些开Uber 有些做delivery 不是很好的景况 全世界都是这样 香港自然是不例外 但是香港有一个分别 就是香港地方小 如果这个演艺事业长年不开工 没有戏拍 戏院又不开的话 那些人就不会是离开香港的 如果是离开香港 这样都离开的 就是另一个政治理由 就是国安法 令到他们拿着本BNO去走 应该就不需要离开香港 为什么这个地方用 正常的情形 现在有公开了 或者这叫疫情 这个叫检疫结束了 回来很快就埋位的 因为香港这个城市 加上他们去大陆更加没有 大陆是清零 所以那些人就去哪里 如果离开的 就是一个政治理由 再加上你这个叫抗疫lockdown 是吧 所以当然是不够人才 如果是这样 马逢国这个原因成立 那就很大人害怕了 这个不正是演艺界 其他呢 比如说航空公司现在死了 国泰 还有整家香港航空就融了 那些开飞机那些 很多人跑去驾驾的士 驾巴士 空中服务员 空者就转了职 将来你不会以为 你11月你会通关 call那些人回来 那些人回不回 有没有足够的飞机师 有没有足够的 这个机场的电脑操作员 以往如果你有一个新闻的透明的生态 会有一些报纸 现在预先去做定偵查报导 如果你真的想得很好周到 你以为11月开关 外国的资金会回来 那你有没有足够这方面的技术人才 去让外国的人回来呢 我想马逢国议员的看法呢 我最多只能觉得他对了一半 他说因为香港的人才流失 所以导致很多专业 未够水准 或者间接导致了今次的意外 但是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 以往 一直以来人才是流动的 其实没有所谓人才流失 这四个字 因为你从来在纽约 伦敦这些国际的城市 多种族族裔 来自五湖四海 不同的行业 根本就是in and out 其实香港以往都是 其实人才流失是不要紧的 以往的香港 其实香港很多 譬如说电影里面 都会找一些外国的专才 譬如配乐 服装指导 甚至一些制作的人员 都会请外国的朋友 甚至很多的舞台制作 更加多外国人参与 那这个是以往香港行之有效 对于人才 没有说流不流失的 总之适合的 有能力的 有机会的就会来香港 但问题是这几年发生了的事 大家都有目共睹 除了立了国安法之外 就是这个动态清零的 检疫限制 其实是令到全世界的人才 都不选择来香港 或者是怕了香港 所以以往香港的人 in and out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 只不过现在是 out了出去的 没有人再in回来 还有 再额外去说的就是很多 本身它已经在一个行业里面 我们俗称叫上了岸 那些这样的老航砖 因为这样走了之后 其实对于后面的后进 他们的经验可能不足 又或者可能他们的学样 或者是他们的track record 就没有那些老航砖 那么有经验 那变了很多时候呢 机会来了 因为那些位置退了 那便快点上去 升上去 或者是立刻接一手来做 那中间有没有一些脱漏 又或者中间有没有一些参痴呢 那这些我不敢说了 你们自己想象 那其实如果以往的香港 有人财走了 自然有人财保进来 只不过现在的中国和香港 是采取一个 直接是封关和海禁 自绝于世界的政策 所以才会造成今天香港 这个局面 甚至间接造成 MIRROR这些意外 这个问题呢 就比如听一下 韩内人说 香港工程师学会新入会长 钟国辉工程师 就在7月29号 就向会员致辞 他说他由业界的讨论之中 认为香港工业界面临三大问题 第一 工程艺学生的质数 与数量都不足 不够啊 第二 工程毕业生的质数 每放月下 第三 就是工程师 工时很长 但是人工低 这就是工程师学会会长 中国辉工的质数 质数差 第二 报读这一科的人 是不够 那你就死了 你说以前 香港什么法三司 是吧 很想报读 这个医学系的人 是很多 但是千挑百选 是最后一年 最后一年 去选择 那时 长年 几十年 香港的医疗 是保持高水准的 这个叫金字塔的教育 相当残忍 是这样的 金科育律 工程师不用说了 一度都是 是吧 这个叫做工程师 建筑师 这些是金饭碗 那时候殖民地时代 你看看 一个叫做陈乃强 当时的这一位 应该是工务师 整条海底隧道 基本上 是给他一个人 总监工监制的 这个叫做廖本怀 这个也做过房屋处长 是建筑师 在殖民地时代 这些有个C字 是做咸头的 建筑师 会计师 工程师 是众人仰望的职业 他在这个社会的系统里面 必然是非常受尊敬 为什么受尊敬 因为他的质素有保证 现在这个叫做工程学会的会长 说现在这些是倒下了 工时长 人工低 那对不起了 那当然是移民 你现在猛说英国 是去到黑食 你唱衰 英国没用的 英国的工程师 虽然是没有美国 是那么好找 但是英国的中部 例如曼切斯特 Liverpool Nottingham Burmingham 还有很多这些工业 新兴的城市 Southford 还有苏格兰 有很多新兴的建设 还有英国始终都有很多这些高科技的研究等等 还有电子通讯系统 它有很多单 所以其实工程师离开香港移民 你问一下这个中国辉 他说工程师三大问题 是吧 他没有说 现在香港的工程师 每个都很爱国 是吧 你找一些爱国的工程师去装修 找一些爱国的工程师去做 去做这个叫红管 那个工程监控制是爱国 他去到这个红管 成本习近平语路 从头背到尾 但是看下去 他仍然这么重一个屏幕 仍然是吊两条威亚 是没用的 还有这个行业 就是我说工程界 有很多漏规 或者潜规则 到现时为止都没有改善 虽然大家都知道 违标 这个是犯法的 但是都众所周知 这个在业界里面依然是存在 一个工程 这次是你的 所以我就不会跟你抢 免得把价钱压得太低 大家没有肉吃 而更加严重的是 近年出现了一个现象 其实很多人都说过 工程界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就是现在价低者得的 工程合约的投标 政府往往不理质数 就选择最便宜的 但是明知大家都知道 那个价根本是做不到这个工程 但是都有人进入 也都有人中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又将这个工程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就会告诉你 卖不了尾 卖不了尾 没有法律责任之外 政府还会通过立法会 迅速撥款给你 给你卖尾 你的理由可以是成本高涨 因为天气不好 任何一千八百个理由 换句话说 这个这样的漏规或者这样的玩法 在一个现在的工程界里面 已经是玩到烂了 大家是用一个超低的价钱去投标 投完标之后 尽量折省成本 而折省成本中间出现了一些 这些超资的问题 就向政府 即是纳税人 开口要钱 那这个游戏的规则这样玩之后 当然当然是大判 下了袋 去到下面的二三四判 能够拿来做个工程的钱 就越来越少了 那最后 怎样捱尾呢 大家都知道了 将货就价 这些就是香港工程的豆腐渣化 豆腐渣这个名词不是来自香港的 是鄰近地区的 所以不要说大project 就算现在很多买楼的业主装修 在去年九龙塘的独立屋的业主 就花了二千万 委托湾这间装修公司 全屋装修 二千万装修费 只是装修 不是买楼啊 你说是鸿毛啊 收得这么多钱 里面包括要打造一座 时尚的室内玻璃楼梯 水晶楼梯 整条楼梯就超过四百万 谁知道这间公司 此期后就声称楼梯设计 不获政府批准 另建不负要 另外就建了一条 都还是不符合要求的 安全要求的楼梯 并且他还说 已经向政府部门提交楼梯工程员工申请 就要求业主接受 还有你建这条楼梯 建了一年多都未完成 令到业主给了一千万 看起来就调戏不顺 不对劳 就向海关投诉 海关调查就揭发这间装修公司 楼梯原设计不获批 还有提交员工申请 全部是虚假声明 就立刻就拘捕了这间装修公司的董事 兼销售员 这些个案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 这样骗法 而且涉款是这么多 二千万 而且你做开一间装修的工程 始终你都要建家乡 你拿着二千万 是不是移民去巴西走路 以后不回来呢 那当然另一种变成鵝片 这些个案是苦十即是 所以说现在整个香港 这个叫做结构性腐难 你看到的就是红管 这个巨型的屏幕 这样都可以倒下来 你看不到这些装修 大厦大维修 一定要指定那间公司 和业主立案法团中间 这些什么隆通 这些个案是多于偶无 而且十几二十年来 香港越来越普遍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机构已经是废了武功 叫做廉政公署 廉政公署 于是求人得人 因为你觉得廉政公署 是以前什么港英留下的 什么德务机构 专门对付爱国人士 对于中资是特别不友善 现在你就得到这样的结果 社会是一种科学系统 你要中这样的因 结果你就收获这样的果 就这个叫红管MIRROR 大灾难 这个冰山一角 很多人都提出香港的 现在这个叫做硬件工程结构 是出现很大的问题 当你特区政府在这 成立这个国安法 一会又说思想不安全 文化不安全 教育不安全 将你全副精力 在这个叫做整肃思想意识的时候 原来你不发现 整个平台 和香港的平台 和基础 已经开始塌 因为这个叫做螺丝理论 我自己发明的 就是你表面上一个机器 你拆了一粒螺丝出来 机器依然运作 你再拆多一粒 那机器有没有事呢 可能是震了一点 但是它依然运作 如是在这个游戏 你继续一粒一粒螺丝 拆走之后 到有一天 这个机器就会 倒下来 甚至是整架机器拆死人 大陆就是这样的 你去买楼 或者买物业 或者你住到一些 一些宾馆 你先留意那里门的门柄 因为门柄 你要知道是一个长的金属 连着它 一定是四粒螺丝 上两粒下两粒 你会发现 它不会四粒都齐 四粒是三粒 很多时候有三粒 甚至是两粒 你三粒的时候 可以说三粒螺丝上得很紧 但是你开门 照样没有影响 但是你两粒螺丝的时候 初初会很紧 但是因为两粒 你刺得多 会松松的 但是松松的也不要紧 最重要 都能开门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在大陆的宾馆 或者什么 你认为客人在那里住一晚 住一晚 那个经理也都知道 你是住两三晚最多 就算我那个门 我不增加 加装多那两粒螺丝 客人只要你开门逃生 或者开门出入 到了你check out 你是不会跟我继续 整个中国人社会 也都不会理这些细节 是 于是就会造成 是四粒螺丝 是不会建上齐的 嗯 除非你去中内 合资酒店就不同了 上海北京那些 你是后面德国人开的 叫法国人开的 Sofitel 或者美国人经营的 Risk 就绝对没有这样的问题 只是中国人的工程有 嗯 所以你看到这么多 懒尾豆腐渣 一会儿没有事没有干 突然间一火烧 又烧死人了 说到这里 臭虫卵就有了 有些人就说 你笑什么 伦敦几年前 有一座这些公屋的大厦 是不是 因为用了一只 是二言的物料 用来做场面的那阵铺店 结果是烧死了四十几天 是吧 那么中国人呢 是喜欢 是在西方国家 去寻找这些失败的例子 个案 是来到令 他们自己觉得 那种粗疏 和差不多 是合理 即是正确 另外一个真人真事的例子 我以前有个朋友 在中国大陆做厂的 他是负责做安全的一个部份 那就是一个电器做出来之后 要过它 才签名 跟着才可以出口 那一个电器一定有火牛的 那火牛呢 他们他发现 那些火牛是 其实是不合规格的 不合规格的意思 不是它不动 火牛照样着 接着它可以用的 但是如果 有一定的环境 例如散热不是很好 又或者 黏着那些炎物体的时候 有机会 有机会 是会烧着的 那好了 那它来自外国的 毒的工程 它一定是觉得 不合规格的 但是呢 有人告诉他 其实 那部机照着 这个烧着的情况 只要它散热良好 就是不会发生的 是不会的 通常不会 通常不会 那好了 如果你这样 不肯签名 成批货 就上不了船 我们公司损失 如何如何如何 最后 它闭上了一只眼 就唯有签 但是它良心很过意不去 因为在它专业来说 这个火牛是过不了规格 但是可能出到去 千千万万的用户 根本就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也都可能没事 但是也都可能有事 可能有一天 你看到一条新闻 就是半夜有一间屋 烧着了 一家三口 撞身火海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就是那个火牛 散热不好 就点着了后面的窗帘 这些故事 常常都有发生 你刚才说了一个关键词 就是说良心 是 如果你有良心 就没有GDP增长 这个是整个大陆的共识 个个都说良心 你怎样保到GDP增长7% 接着就5% 再加上这些差不多先生 这种所谓的文化 没有良心好说 你说良心 你未免你 这个人太西化了 你知道吗 这个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还有讲回那一件意外 可能那两条威亚 以前都试过 挂了两条威亚 没有事 不一定可能是以往 挂两条威亚断 可能这次真是 好像刚才我说的 火牛的例子 是一个意外 是因为它突然间散热 不要 或者这两条威亚 突然间金属疲劳 那你就会出事 可能威亚 用两条威亚 钓一个这么重的瓶 钓了很多次都没事 没有事 一定不会是第一次就有事 火牛开很多次都没有事 当然了 看看这句音乐已到最后 那个音乐亭 在哪个小孩那里 那你死你死了 因为讲到这里 中国人口多 人命不值钱 这些它自然到时有很多理论 我们不要看中国的发展 要看整个趋势 整个picture 看大国 这些这样的芝麻绿豆的个案 你不要拿出来夸张 外国没有吗 美国没有吗 英国的足球场 是不是三十几年前 没崩过吗 Hilberhof那个地方 是不是 又是整个棚子倒下来 又摘死百多人 英国人管治的时候很好吗 1906年马场大火 是否又是烧死六百多人 不要那么崇扬 你对着这些人 是没有办法沟通 所以只能够 不要跟他说这些 是这么有理性逻辑的事 不过我们只是说事实 这个烂尾的状况 最近输出了去英国 因为据彭博报导 中资房地产商 已经很多在伦敦的房地产工程 出现烂尾 工人是没有粮出 你不要去跟英国的工人玩玩 他后面的工会 还有他人权的意识是很强的 其中有一间叫广州富力地产 开发案已经暂时停工 在伦敦的一个地区 叫做Nine Elms 在工地工作的人说 未有向承建商发放资金 这间地产商 你知道的 很大的富力 你一定要委托一间承建商 就是要判去下端 现在承建商是没有资金的 有一位彭博的高级分析师 Patrick Wong就说 中国私人开发商负债累累 出现流动资金危机 打击置业人士及债券持有人信心 引发金融危机蔓延 彭博又说 中国房地产市场本身都不乐观 而再加上 中英关系紧张 引入资金管制 加上英国脱欧后遗症 令到中国流向倫敦的资金越来越少 最初你又说到黄金十年 习近平来到 跟英国首相金马伦在酒吧喝啤酒 然后就说有700亿英镑合同 然后晚上就住英女王白金汉宫 记不记得 记得 2015年 你那时候看这些左部 中文传媒歌舞升平 你看英国佬都靠我们接制 没有我们泵水 全世界都跪下 短短六七年 现在你得到一反转猪肚 是这样的现实 所以这个就是中国人 现在在21世纪 他那种普遍对世界 和对于人世间 很多常识原则的认知 包括那些蓝丝 爱国 大陆 小粉红 全部都是这样说的 是吧 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面 只是钱 和利益 是作为他们的驱动力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原则 或者理念 还有加上这个叫金鱼记忆 再加上这个叫网络社交媒体 那种圈槽 好像一旦 那些蝗虫吃完一幅田 那些蝗蝗就散了 就剩下那些田 就光脱脱了 到他吃得六七幅田的时候 他不记得了第一幅田的情形 是吧 所以这种是一种 道德记忆的脑退化症来的 近那些东西忘记了 远的东西忘记了 他说什么八国联军 鸦片战争记得清清楚 就近那些 你这个伦敦 这个地产商 这么烂尾 那你记不记得2015年 你那个国家主席来到 是签了一个黄金十年多 那时候是讲到多威和 忘记了 或者他们扮失益 所以是一个这样的魔幻 那个城市 如果你自称叫国际经贸城市 是想西方的资金来 这些你是一厢情愿的梦想 当然你可以继续发梦 发梦是不会犯法的 还有你马逢郭说 人财流失不重要 中国大陆有千千万万 资金都流失 千千万万的人财 是吧 现在来着 无论是 工程师 现在最短缺 中国辉话 既然香港 现在那个入口的工程师 这个读书 报读工程 是又不够质素 不行 立刻引入 是 广州 深圳 立刻认证 认证 两地认证 特区政府 在这个叫广州 有贸易办事处 在北京和上海 立刻做 OK 中国辉话 现在香港工程师 这个学生 是数量和质量都不行 还拖什么 还有 走光 去了拿BNO 对不对 不要理你 黄定黑 还是什么 大量引入 广州 武汉 上海 哈尔滨 这些工程师 进来 你做不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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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回答吗 利益 利之所致 你这样回答吗 回答不了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细之下 整个特区香港 就是大家吵架 吵架 吵架 中国化 一个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应该替他开心 一个很大的迹象 当然了 不要忘记了 我也带你祈祷 希望英国 是坏得比你更坏 你这个心灵 会得到更加多的威責 今天当然要讲讲 最近这个特区政府 又Hello Hong Kong 又抢人才 又这个所谓的高才通 又吸引瞻子 又清除瘀血 就令到香港的日力资源升级 第一次的大行动 就好像太收场 竟然招惹了 2018年 因为走来香港的大学 是举行这个基因展辑的论坛 是示范成功的 这位前罪犯 何建斐博士 就给他申请高才通 是走进来香港 是批了 批了之后 就踢包 给一些新闻界 还有好事者 或者里面 不知道啦 耐鬼什么都好 接着就觉得很尴尬 原来发现这个所谓的高才通 是不是很通的 因为是不会去调查 对方申请过来 有没有叫在原居地 原居国家 有没有刑事犯罪记录 于是死死气 就说取消他那个高才通 来香港的资格 并且声称 是追究刑事责任 这件事呢 是对于说好香港故事 向外吸引人才 第一炮 这样的开始呢 就令人提笑皆非 还有觉得香港是不是气素而尽 这样都有的 你说你怎么看呢 宝先生 我想贺建辉教授 最失策的就是 没有听过一句广东话 叫做静静鸡爷 这句话 因为本来这件事是没有人知道的 因为高才通所批的人 他不会登上去政府的网站 给国家查阅的 事远就是这位教授 在北京接受了媒体的访问 他就很高调地说 就说自己是通过这个高才通计划 就获得审批 还赞扬香港在一个自由繁荣 包容开放的城市 看好香港的未来 现在正正和香港的大学 科研机构和公司联系 如果确定了的 有合适的机会 就会考虑去香港工作了 换句话说 其实如果不是他自己说出来 而新闻界去追 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何建夫通过高才通 获得审批来到香港 结果这件事一爆了出来 传媒登商报道 不止香港 连中国大陆里面的媒体 微博微信 都一窝蜂地去说这件事 就觉得很惊讶 为什么一个在大陆 判囚了三年 犯了一些人类的 我们叫做研究的道德上的一个 禁忌的教授 可以获得审批 所以这次其实自愿不关人事 是关何建辉事 他自己就太高调了 鲍先生 你这么看 我不怪你 你是按照香港人和西方文明世界的正常角度 但是现在 但是现在全世界和中国的国情 我们都知道 其实陷于一个 并非常理能够解释的非正常状态 我的看法和你有点点不同 我提出一个预见 香港特区政府爆这宗丑闻 是用三个层次去看的 第一 你刚才说的 何建辉 走来申请高财通 他已经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的批准的入境处 我首先要问 何建辉这个名字 和他申请的时候 你不会提交 有没有良民证的刑事记录 你来自中国大陆 香港特区的入境处 竟然不要求对方提供 是有没有刑事记录 我告诉你 现在全世界西方的文明国家 包括英国 加拿大 澳洲 美国 接受中国的移民 如果还有的话 是要他提供刑事记录 无犯罪证明 第二是资产来源合法证明 说这些纸张 是一漏一张都不会让他进来 第二 就算是什么高材优才 你就知道在大陆来说 很多事情那些秩序 价值观 道德标准 是从外面调转的 不等于说你是优才 或者是结出人事 甚至是大英雄 就没有犯罪记录的 是不是 这个入境处 为什么有一个幼稚园程度的疏忽呢 就算你真的没有 我当是没有 没有这个要求 那别人交个名字出来 贺建辉 就大丈夫行不改名 座不改姓 你有任何入境处的职员 只要大约有三四年的时事的记忆 你都知道这个人是谁 就是等于香港 我现在告诉你 林过云 说出这个名字 香港人家全会晓 三代都知道 是叫做雨夜屠夫 你不会说林过云 是四个特首之一 又或者是1997年 香港是主权移交之后的一位高官 这个名字 三至四年前 那时候香港还有新闻自由 是卖通街的 加上他那副专容 如果你申请人交个人名 和交一张照片 任何入境处的职员 只要他不是白痴 都会知道这个是谁 没错 现在经常说来说去叫做把关 你这个行政管理有把关这个字 香港有一个叫斯君龙 个个都知道 是以前放火中火 杀人入境处职员 你自己身受其害 是吧 若干年前 是这一位中国人士 就走来香港的入境处排队 因为急躁放火焚烧 死了一个入境处职员 你说到斯君龙 你们入境处的职员 记不记得 是你们同事 被英勇牺牲咬牙切齿 是吧 是吧 我现在想说一件事 就是斯君龙 你都批得进来 是吧 他们觉得贺建辉 当然不用查 或者没事了 对不对 是 因为我说过 大陆就算是刑事记录 这个就是第二个层面 或者他们觉得没事了 因为大陆有刑事记录的人很多 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老婆叫王光美 被判为美国特务 曾经判处入狱 是被毛泽东亲自判处的 是十二年 出回来之后更加是大英雄 是吧 现在的这位少年的时候 都曾经被指为反革命 被他母亲送进去 亲自送进去派出所 抓了 知道吗 他走出来 是吧 所谓的刑事记录 就应该不是问题 近年尤其是这两三年 很多人移居海外 人才流失 虽然在某些建制里面 这些是瘀血 但是特区政府 李家超就说出这个抢人才计划 可能求财若渴的情况之下 整个计划就显得比较粗疏 因为劳福局局长孙玉咸就说 在原本的高财通计划里面 是不需要申报刑事记录的 这个都令到人嘩然的了 那当然被人揭发了之后 踢爆了 就在今天开始 就一定要补回刑事的记录 所以在当初贺建辉 申请高财通的时候 他没有说自己是什么人 其实他应该是没有申报 因为那个表格里面没有的 但是不够口供的是入境处长 那入境处长就说 怀疑有人作不实情报 问题就来了 那究竟其实何建辉情报了些什么呢 如果孙玉咸说 根本就不需要申报刑事记录的时候 如果何建辉不说的 那没有不实情报 那为什么入境处长就会作出刑事的调查呢 这里有些朴朔迷离 究竟谁在说大话 谁真是假 所以你说得对了 现在抽屉剝奸 你会发现那些细节不合理 所以如果你说何建辉 真的如实报道 他自己从事基因展辑 这一项非常尖端的中国式的研究 第二 如果他报过他自己的名字 真是叫何建辉 加上他的passport size的那张照片 我第一次进入境处里面 那些职员是有常识 还有有正常的记忆 没有理由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很复杂 又或者是有人批准了 这件事为什么会在明报那里爆出来 还有我最奇怪的是 为什么何建辉可以在大陆 得到中国媒体的访问 你也知道中国的媒体报纸电视台 没有一家是民间私益的 一定是官办的 官办的话 就算何建辉走去拍门 反正我希望接受中国青年报访问 人家也要查询 你有没有刑事记录 你有没有政治问题才肯做的 那就是说 这个中国的媒体可以跟他搭棚 跟他做一个申请了高财通 终于得到了 然后一个分享喜悦的报导 这个是有中国官方认可 是不是 我也认同意的 因为整件事有些不够口供之余 我有大胆去猜度 究竟背后怎么操作 应该是他背后 其实有一个庞大的团队 所以我叫做 不要说利益财存 因为何建辉只是 在前台里面做事的人 我们看到 背后其实还有很多 我们叫做盆根挫折的关系 因为整个基因展辑的生意 我可以这么说 不会是何建辉一个人做的 背后水恨心 所以即使何建辉现在放出来 其实他的价值很大 背后的利益很大 因为你知道 中国人生育这件事 是非同小可 有很多有钱人 是愿意给天价去仇人 去找好的种 好的DNA 所以那个利益所在之下 应该是有人 是帮他安排好这个高财通 而通过一个很高的层次 没错 有个List给入境处 入境处通常收到这些List 他就不查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一定是上头 指定的人等 以往一直都这样走的 这条路一直都通的 谁知道这件事被人揭发出来 入境处就是什么 因为他为什么不查 这个人的过去和他的记录 于是乎入境处 他现在就拿正来做 擺出一个姿态 就是呢 进入了去何健辉 因为如果照正常情况来说 高财通计划 入境处一定查的 这个一定是特别渠道过来的 的case 所以入境处就let go 我估计情况是这样 所以这个接触到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第二层 扑朔迷离的不通之处 最大的疑点就是 入境处说不查 他有没有刑事犯罪记录 这个你问全世界 你问一下加拿大政府 是吧 笑都笑死 现在香港加拿大主香港领事馆 主管签证申请移民 那些官 你堂堂大国说不查 你怎会不查 对不对 这个是违背常识的 对不对 好了 你现在既然说不查 最奇怪的是 你已经批准了 批准了然后何健辉 所以在大陆接受官媒访问 分享喜悦的时候 香港的明报就用头版登了出来 然后全港舆论就哗言 现在全港舆论哗言 我也要说说 立法会没有出声 爱国爱港的 亲中爱国来 专门特区政府很多官员 很多政策听大公文会指示 那张报纸没有出声 你现在突然间就担公手 就说伸缩缩缩 取消回何健辉 做这个叫做 香港尖子通财的资格 会不会 是没有依照某种剧本做事呢 大家用正常的 道理去想想 我不相信香港特区政府 操作成一件事是这么粗疏 是不会查 是一定有查 或者是有一个情况之下 他不准查 有一条特别通道 是不准查 或者无需查 你说何健辉 何健辉怎么会这么笨呢 他当然觉得 是一个书人 是一个教授 是中国香港特区大学 一道的荣誉学术嘉宾 我提出的疑点 就是四年前 2018年 这一会儿再说 现在突然间 说官方媒体 他们访问过之后 然后特区政府突然高调 是说 这个没有请过刑事记录 就说要收回 还有追究责任 如何追究责任 接着怎么样 如果你追究责任的话 你为了修补香港特区 这个第一炮 叫做抢人才的国际笑话 你现在请 好像这个叫姚距港版国安法 你现在请大陆那里 将何健辉 第二届来香港 审讯 告他虚报罪 欺诈等等 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后续行动 我认为没有 通緝 你发现通七零 我回想一下 何健辉 为什么会接受媒体的访问 这个态度这么轻松呢 其实你用代入的角色去想想 就一定他收到一个通知 或者背后他相信 他上面的主人 或者上面的老板 那个牙力很足够 帮他可能一天之内 已经搞定了这个高财通 所以他有一些飘飘然 如果正常一个人 坐完监 受到全世界的科学家千夫所指 跟着呢 在那个学术界 或者叫科学界 是声名狼藉 照计一个人 即是出来之后 都会低调一些 或者是会审慎一些做事 但是为什么他可以 这么自弱地接受媒体访问 和说到来香港继续大展拳脚呢 你说是否他一人之力呢 还是他背后 其实已经拿到很多的方便 或者我叫做confirmation 他已经知道 在香港做什么了 开一间lab 开一间化验所 开一间公司 就大接这些基因 改造生意 可能其实整条路 已经铺好 所以他有一些 神色自弱地觉得 真是来香港 就大展拳脚了 谁知道 就是被这个明报一报道之后 就出现了这么大的风波 所以有些始料不及 如果配合这个故事 这件事呢 再问下去 可能会有东西看的 不是我会有东西看的 是必定会有东西看的 这就是第二个层面 就是 我们用这个逻辑常识来说 在外面的角度来看 是不通的 但是在大陆中国国情 其实是样样通的 就是说 你特区政府当初批准他 其实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现在踢爆 是被一张外面的报纸踢爆之后 然后特区政府自己又否定 打自己嘴巴 这个才是不符中国国情的 没有鬼怎么死得人呢 上面什么都是政治 是吧 什么都是说控制 OK 刚才我说的 施君龙在微信那里说的 是吧 也不是接受太吾士报访问 是接受大陆的媒体 是吧 他说得出来也是有一个自信 这个叫做签证自信 专业自信 还有这个叫做移民香港 将会实现的自信 现在特区政府突然间这样 就说不准 说面对的后果是相当的复杂的 所以我们这几天没有评论的 为什么没有评论 因为我觉得很正常 是你们那些人在外面觉得不正常 你还以为是以前的香港呢 你用所谓万恶的港英时代的香港的标准 当然是哭打哭散不行了 是吧 我认为是可以的 因为现在的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所以我也要去评论 你前几天叫我说 我都说不过很正常 让赫建斐进来 是吧 怎知道特区政府走去否定自己 这样就不正常了 这样就一定要评论 其实我也说过了 譬如说你举了一个以前发生在2000年左右的 入境处中火案的尸君龙的事件 是的 港幅完营之后 跟着回到大陆 跟着用单程证再来过 现在香港听闻 风生水起 在民建联 工联会的组织里面有东西做 好像出入到靓车 新光颈靓 那时候有些人质疑过的 有关方面就说 其实他已经复了刑了 他就已经不需要再为 以往的事情继续糾纏了 都是为他讲话的 可以改过自身 是吧 改过自身 那 何建斐也可以改过自身的 何建斐也可以像施君龙那样 来香港继续做事 新光颈靓的 那没问题的 如果施君龙不行 为何何建斐不行呢 就是了 所以说有刑事记录 就不准移民来香港 有施君龙的先例 当然了 这件事 不是这样 是吧 所以何建斐又何建斐 有没有杀人 都没有 他不止没有杀人 没有放火 他还是制造生命 用基因剪輯 是吧 是震动全世界 已经生了一对婴儿 一个叫Lulu 一个叫Nina 是吧 是吧 是两条非常之可爱的 雙胞胎的小生命 是吧 是吧 他抽到来 不知道这两件事 还在什么 人间极品 如果抽出来 他是没有妈妈的 没有妈妈 是不是要香港特区的社工 香港大爱包容 那些人士 是吧 是去照顾 是吧 这方面还有社会福利处 香港的教育名校网 这些跟进的 那当然是来到香港 是吧 所以 我想我要收回 最初的评论 也不用 其实想着想着 我真的觉得 其实是否应该 民建联工联会 这些组织 出到来 应该要为何健辉 为权呢 就是因为当初的高财通计划 其实就是需要这些高端的人才 那如果算上来 如果施君龙都是人才之一 那何健夫更加高阶的人才 那还有呢 应该有很多 就是我叫做 为香港那些新移民那些组织 什么社区组织协会那些 我们经常说他们是左交的 全体那些 其实他都应该为这些高财通计划的人 争取下权益的 为什么今次是无一作声呢 这些工联会民建联的议员 这些社区组织协会 卫生移民 谋取福利那些组织 全部一声不发 将何健辉 好像当了是温神那样 完全置他于不理 有些时候 我们要持平一些 因为呢 我们一视同仁的 就是我不理你究竟是 犯过罪 不犯过罪 这些入境的措施 因为当初孙玉涵都说了 是不需要情报的 那所以 何健辉没有做错事 我想想想想想 他最初就接受访问 是不是 陶先生 是的 这件事很好地地的 完全符合香港科技大学前经济学教授雷鼎明 而且呢 我最令到现在说 också 宗主地的 炒车呢?现在上面你们所声称的阿爷未曾表态 现在炒车了三天了 中国方面有没有对何建坏采取任何行动呢? 特区政府说了 是他现在涉嫌虚报资料 是追究刑事责任 大陆方面有没有跟你合作立刻抓人呢? 以往都发生过一些 譬如说刑事犯通过在罗湖桥交人的 有部份 譬如张子强那些就在内地猖獗 那些就严重罪行 如果牵涉到两个地方的一些刑事罪行 都有一些我们的protocol 就是有些这样的机制是可以处理的 这次如果真的牵涉到虚报资料 和刑事行为呢? 中国大陆内地的公安会不会将何建坏 在罗湖桥交给香港警方 或入境处调查呢? 这个我又想知道真的会不会发生呢? 现在何建坏他在大陆是服刑的 这个是事实来的 是吧? 在2018和2019年的时候 他根据大陆的法律 是他在大陆坐牢的 是坐了三年的 但是正如我刚才说这个转入第三个层次 是2018年的时候的事 2018年和今天的形势是不同的 第一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叫做送中法 有送中法就没有发生过200万大暴动 那时候的美中关系 还没曾是正式的决裂 还有最重要的是 那时候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叫做最新的思想 是尚未出路 就是那时候所谓的东升西降 这些是未曾像今天那样 在全球推进具体落实 那时候就未承认这个叫做战狼外交 那时候是没有像今天说 说要由中国主导重新建构一个世界秩序 是不是? 同时还有一样东西 我想想一下 其实这个是牵涉到一盘很大的棋 因为你也知道香港现在遭受到美帝的制裁 不再把它当作一个特别的关税区 而香港出口的东西又要被逼 就要做Made in China 那其实香港现在的经济前景就不太好 你也知道了 老董时代有中药港 数码港 这些这样的想法 那其实香港呢 有何建辉教授可以变成基因港 是 将来基因展辑全世界的富豪俄罗斯 沙地阿拉伯不要只是中国大陆 离开香港 去生孩子 或者想怎样设计那些基因BB 那香港这个财劳想穷都难 就算美帝的科学家怎样反对 我们都可以不力退的嘛 是不是? 香港就转型成为基因港了 你觉得没错了 在2018年的时候 香港是没有这个新意念 是和沙地阿拉伯或者俄罗斯重新挂钩的嘛 香港未受西方文明社会的国际 是这样全面围堵和制裁的嘛 是不是? 2018年的形势和现在不同嘛 2018年的时候你问任何一个香港人 有一天如果香港港元分分钟和牢报挂钩 和中国用牢报或者用人民币买这个叫石油 你都觉得不可思议嘛 但是现在不是嘛 逐渐成为现实嘛 所以斯君龙2018年是判有罪而已 是不是? 即使以大陆现在的国际战略和道德伦理的标准 他现在可以报罪的嘛 我给一篇重要的文献给你看 这篇文章就有中国内交学院的教授 教授博士指导生 一个姓秦的学者说过2021年 这个最updated的 他说世界秩序的变革 从霸权到包容性多变主义 他里面就严正指出 是不是? 本来这个世界是美国霸权秩序主宰 他说现在百年大局 要百年大局的改变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就是美国霸权秩序的结束 他在全球霸权国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 这个是代表中方的 对不对? 他说一个多元世界的时代正在开始 多极权力格局 多层制度安排 多为思想理念 也是其典型特征 他说何建辉这个基因展辑 这个伟大的实验 在香港大学那里公布 当年在场的学术外国势力 带头起哄 纷纷是指迹 就说他不道德 于是香港特区就跟随西方价值观 就说他不道德 香港大学那时候还没有改名叫中国香港大学 那时候根据美国 这个叫做学术道德伦理的标准呢 就把它除名 但是现在不同了 是吧? 现在百年大变局 你不能够承认 是美国的道德伦理这个叫做把权标准 现在有一个中国的道德伦理的标准 是已经抬头 是吧? 没错 你不能够用2028年 是来到 那个标准是来到 说这个何建辉有罪 时代不同了 正如 现在很多网民说 是以前可以而已 现在不行 2018年的标准已经是废老标准 四年 山中七日 世上千年 是吧? 对不对? 是呀 所以我建议香港国安处 可能要展开调查 你都知道了 其实这件事呢 有理由相信 跟美国打击香港 发展成基因港的阴谋有关 可能跟外部势力 会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除了23条 将来立法之外 我想国安处可能要 就是开调查一下 究竟这件事 是不是牵涉到外国势力 阻止香港 发展这个基因展辑的生意 如果是呢 这个危害国家安全了 因为本来是换大钱的 俄罗斯、阿拉伯、文来的富豪 一定吹之若无的 四年前没有说到中国人口生育危机了 四年前是那个人口老化危机 没有吹到今天 没有说到今天这么严重 现在你中国有香港 有下一代躺平 不肯生孩子 四年前没有这个理念 是吧 喂 何建辉不是傻的 你笨而已 他不笨 是吧 他这样高调宣布 你以为他是傻的吗 有鬼会死得进去 现在突然间你去拦腰 是推翻不让他拿 啊 会不会摆污笼那个 是你啊 当然呢 摆污笼那个 就不是说当初放他进来 是现在不让他进来 是的 还是是不是真的摆污笼那么简单呢 我就问了 还有啊 你都不知道是不是国家 下着一盘很大的棋 你都不知道何建夫的作用在哪里 你这样杀停他呢 你会不会阻碍了呢 一个背后很大的工程呢 这个工程可能是拿来对付这个美国 怎样去制裁香港 或者是甚至将来的世界秩序 这件事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你是干扰着现在 是吗 是一个最新的一盘战略大棋 所有的事同时发生着 乌克兰战争 准备解放台湾 战狼外交空前胜利 三个自信 包括制度自信 还有呢 是正在叫东升西降 是要摧毁美国霸权 说了啦 习近平总书记 现代化不是西方的现代化嘛 你想不想又要学习这篇讲话呢 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嘛 这个口号2018年你见不见啊 不见 那何健辉 他那个基因剪辑 你在那里呢 绝三道四 是吧 他说他是违反了西方道德伦理 为什么要西方道德伦理啊 啊 啊 你是不是大事啊 现在 为什么你不让他进来啊 是吧 是吧 现在是说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嘛 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嘛 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嘛 你特区政府那些高官 现在常常学习特习近平思想 你有没有学习得透徹啊 我不是说笑 我不是曲的 因为我查回新闻资料呢 我用何建晤去搜寻呢 有很多的媒体都有报导 但是《文匯报》没有报导 是吧 那为什么不报导 你们自己想象一下 你都知道啦 这些左派报章 亲中爱国阵营 哪条新闻报 哪条新闻不报 哪个上头版A1 哪个放下去 角落头 这些一定是有他背后的原因 那为什么这次何建晤这件这么大的事件 全香港 甚至中国大陆 都在说着报导近 香港的报纸《文匯》 是没有报导的 没有报导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大家知道 这件事背后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他过来 为什么他获批 是不是 同时最后 我还要说 就算千错万错 就算何建晤是犯过犯 董建华伯伯那时候说的 要经一站就掌一致 要由错误中学习 他犯法 但是他的学术成就 跟他当初是为了国家强 是为了中国去超越美国 是吧 然后这个叫做大陆 就是叫弯道超车 你不知道犯什么法 你觉得犯法 你觉得违反道理 这个道德论理 他觉得弯道超车 是吧 就算那时候是犯了大陆的法律 是吧 他由现在下来 形势不同 现在很轻易问 你是否中国人 为什么歧视中国人 是吧 是吧 是一个更新的释囚 他的人权 以香港来说 是相等的 何况 他是不是应该 特别处理 一个曾经在香港大学 被西方学术势力 是敌意对待的人 凡是敌人反对的 你们就要拥护 对不对 现在特区政府 所谓的吸取经验 完善机制 现在的新闻 就转移到政府 从善如流那边 就不会再问 究竟背后的 究竟这个原因是什么 以及为什么会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所以 你批准贺健辉进来 我认为不是新闻 现在你入境处处长 劳福局突然间采用西方的道德伦理标准 然后拒绝他 我才认为是大新闻 听回我刚才半个小时 我们逐点分析 是哪样不合逻辑的 是吧 就算是西方逻辑 中国逻辑 是样样通的 为什么你现在拒绝他进来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听从明报 头版标题指引 你应该听谭耀宗指引 你应该听谭耀宗指引 叫你认识法你就认识的 是不是 嗯 文汇大公都没出声 为什么你现在弹出来做了事 没错 所以 现在我们看看 究竟是否所谓的刑事调查 真的会展开 那会不会追究到何建析 虚报资料的责任 如果整件事不了了之 或者是没有人落祸 或者是没有人要负刑事责任 那大家就可以想象究竟这件事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那你阻止香港发达 是不是 一国两制其实是这样用的 分钟现在是何建辉 分钟在大陆仍然是 他做的事是不行的 但是一国两制香港得 现在是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 是不是 你现在当了何建辉是一件牌涉物 大陆不要 而香港是当做街牛美食 舔舔舔舔的接收 是不是 那你就错了 是不是 现在一国两制 上面不行下面不行 何况现在叫做发展经济 是不是 现在靠卖地 靠这个叫做利得碎死 但是如果你说 在这边的一个叫做基因展辑港 是不是 建立一个叫做基因展辑基地 大陆的人在上面生孩子 就选不了 下来就选了 那你是不是吹谷自由行 是不是 然后呢 香港私立医院仰和 姓保禄 都抢不及了 是请何建辉在这里 快去开一个产业 是不是 和中国香港特区大学 都应该是向何建辉道歉 是吧 就给他在这些树 开一个基因展辑实验室 这个叫做一个两者 这些大陆不方便做 香港可以做 然后接什么生意 沙地阿拉伯和俄罗斯 你自己都想提高基因 最近这个叫做安徽 安徽一间叫做司法大海 我一个姓陈的副教授 毕业里说 鼓励一些中国学生 勤力读书 将来去美国 去美国可以娶当地的人 是结婚可以改善基因 是吧 很好笑这件事 不好笑 你觉得很好笑而已 这个是中华民族 这是我復兴的头等大事 这些 现在说什么基因 DNA 这些 什么小龙人口 越来越流行 我们都不要再多管闲事 因为一说到这些科技 可能我们外行 可能我们从这些人民 历史 角度去分析这些基因展辑 都是失诸交臂 你都知道 科技的日生寓意 那基因展辑的BB 加上人工智能 可能这个就是未来的希望 人类的希望 是的 我们再批评都是不好的 基因展辑和人工智能 如何相结合 这个将会是香港特区 一国两制的新课题 跟着连同大湾区 你说前景本来这么远大 你现在走去 是吧 一针 是要它流产 不让一个这么尖端的 中华民族的人才下来 不是吧 对不对 近日香港特区 就内部 因为它那个人力 经济结构 出现重大的问题 第一 就是很多人才 就流失了 很多就拿了BNO 去了英国 医生 教师 等等 专业人士 包括这个叫金融专才 都走得很多 第二 就是全球化之下 你看看法国为什么大罢工 还有 为什么街头抗议呢 英国也是同样的问题 就是工作人口 年龄老化 新的一代 玩TikTok和社交媒体 每个人都可以讀大学 就算讀完毅俊 不再业 都不肯去做一些粗重的努力工作 所以地铁是不会有人开车 巴士也没有人做司机 搞到法国那边 就要把退休年龄延后到64岁 加上 爱好自由散漫的法国人 就觉得 法国政府是阻止他们提早碳世界 于是在巴黎爆发暴动 英国也有同样的情形 香港自然是没有例外 过去三年的事 是搞到整个特区政府 和亲中外国 和一班叫废佬 是跟香港年轻人 已经勢不两立 香港人下一代 就一直都不肯生孩子 就养貓养狗 是当做臭BB 现在是更加 走的就走 不肯加入这些勞工的 基层的工作 包括一些传统的 例如这个叫小巴司机 很多人都知道 坐小巴看着那个很臭的 那个中年男人 一路抓就一路骂 而且去到屯门公路 一定是捏到一百多米 是吧 是吧 时时有一只叫暴力飞车 的惊险场面 加上这些小巴的行业 在九龙油尖旺那里 那些休息站口 就由江湖社团 是大家合作 在那里另有一个地下秩序的维持系统 所以这个行业首先 就很难吸引到年轻人 这个不止是小巴 还有其他很多行业的勞工都是 所以就外路的问题就成为焦点 有特区的立法会 批发和零售界议员邵家辉 向这个特区政府呼吁 现在就连批发零售界的人手 短缺高达四万人 各行各业都不够人 如果不尽快输入外来人力 就会整体香港的健康生存 都会受影响 所以首先就是小巴斯基 特区政府打算引入至少五百个 在哪里引入呢? 就大陆输入 那就没有问题 都变成了有问题了 首先就引起香港亲中的 这些工会工联会 就已经质疑了 你不可以保障本地工人的饭碗优先 这件事就是 马慧聪你怎么看呢? 我就不太明白 为什么会突然间说到 勞工短缺得这么厉害 因为经常都说 由乱入治 由治入兴 在一个兴旺的香港 应该是各行各业都很蓬勃 经济活动就很积极 不明白为什么突然间 就会发出这样的警号 就说缺乏勞工 连小巴斯基 水手 和一般零售业都缺人手 照计 香港如果这么兴旺 生意多 雇主赚到钱 那就出高薪 于是更加多人去打工 应该是会这样的 那现在倒转 就没有人做事 但是又看回 其实虽然流失了一部分的专业人士 或者我们叫中产 但是现在缺乏那些劳工 不关于中产事 我相信跟BNO visa 那十几万人是无关的 因为那些是医生 律师 护士 会计师 专业人士 演员 編剧 导演等等 全部 这些不会做小巴司机 和水手 所以走了的人 千万不要賴BNO visa 走了的人 是与这些劳工短缺 是无关的 首先我要提出我的角度 所以 现在 我觉得是借商成毒 就借些乙 找个理由 就输入中国大陆的劳工 首先 我们经常都封闻谷 我们的立场很中立 我们没有反对的 尤其我们现在不是香港 有些人会觉得我们不是持份者 人家输不输入 关于什么事 那我们只是客观评述 那 我们不如用一些环顾世界各地 特别是英国 怎样去面对不够人 或者是他离开了欧盟之后 面对的劳工短缺的情况 来做一个比较 和你说 其实在全球化之下 这个不是一个单独香港的现象 没有大不了 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少子化 接着 人口老化 没有人做事 未来的时候 一个年轻人养三个老人家 这些是一定会发生的事 输入了中国大陆的劳工 都不会解决到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都是这样 陶先生 没错 其实大陆当然是十三亿人口 大陆有自己的人口老化 还有他们经常说 这个世界工厂 人口红利即将融化 因为他们都有问题 是吧 着眼于未来十年 那些大陆的天宿牛仔虎的生产线 继续在大陆设厂 那个人工会不断增加 所以其实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 但是香港就特别严重 因为香港是一个小地方 和人口密集 就是七百万人 所以全球化 出现所有种种的弊端 必定在香港那里 其实是出现先的 其实日本已经出现了 十年前已经有草食蓝 而且在家里不做事 啃老族这些东西出现了 那么香港呢 这个自然不能够独善其身 首先呢 香港很多的交通工具 你刚才说的这叫水手 香港就没有航运公司的 就连董那间东方海外都卖了 但是你们如果发现 你坐这个叫天星小轮游为港 你平时看到两边 那个海景真的很宏伟 还有西边日落是很浪漫 但是没有人会留意 你那个天星小轮埋岸的时候 在楼下那一层 将那条大繩扔上去 叫解纳 还有叫拼那条繩纜埋岸 这个工种呢 是和七十年前是一样的 还有这个 将那条重十几二十公斤的繩扔上去 这个工序是对不起 是不能够用机械人 或者用AI和这个叫做 Trek GPT来代牢的 这个叫做驾巴士呢 我就不知道 可能20年之后 西方文明国家 有这个叫做自动机械人 或者叫卫星 这个遥控的自动巴士 那时候中国和中国香港呢 是会抄袭 又或者跟着模仿 又会引入一批 但是现在呢 有很多工种 确实做不到 那些是没有说 大家这些让人买了 这个这些人买了 但整个大陆的 那些做出了 那些都要去做 那些有很多的 那些都要去做 那些做出了 那些都要去做 那些做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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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多 但是它整體是代表香港年輕人 這個叫做階層的心理 OK 現在香港很多飲食業 飲食業就不是很歡迎 這些年老體弱的老人家去做的 因為你生意忙起來 走出走入一個廚房那裡存菜 收錢 抹桌 搬椅這些是要年輕人的 餐飲業就是那個年輕人在做適應 這個人力的短缺也不下於 開巴士 開的士 和小巴的中年男人的基層人力 所以邵家輝說其實連零售業都短缺 因為你在那些大百貨公司的化妝部 或者在萬寧屈臣市 這些賣健康食品 你是不是要一隊人站在舖面那裡 向那些大陸遊客那裡做推銷呢 這些你怎麼可以用老人呢 是不是要用小鮮肉呢 是不是要用美女小鮮肉引大媽去買這個叫做東松草 或者美女走去引大陸的大叔 去買中藥 海九邊 淫陽貨這些 這些一定要是年輕人的工作人口 是不是 因為你香港是一個 不要忘記了 叫做零售業 飲食業 這些是消費的泡沫行頭的城市來的 香港是沒有工廠而已 但是有這些 而你香港年輕人口 因為過去三年來 三年來形成這個叫做社會創傷 走的走 就算留在那裡也躺平的 還有你有九間大學 沒有理由讀完演藝大學畢業呢 就跑去跟你做這個叫做日本菜 日本菜梅綠壽司那裡 去做這個叫做執桌和做樓面經理的 我去浸會大學讀完電影或者演藝畢業 我打算是一個影視工業ViuTV 跟著香港電影發展基金那裡 一條龍靈魂接駁的 我不會加入這個基層人力市場 是不是 這個和外國和倫敦紐約這些 是別無意志是一樣 是不是 所以這個很大 還有 還有 倫敦紐約沒有你那些明日大嶼 什麼東區大都會那些大型基建工程 這些是效法大陸的鴻安區 是不是 這些海南自貿區 這些港珠澳大橋這些 中國人是喜歡搞那個叫萬里長城 還有這個叫做尼山秦始皇柯房宮 這些大暴頭製作 你一旦動這個叫做明日大嶼 你填海 丹泥 這些運輸 是不是 集鐵 在地基 再加上北區這個新界大都會 你要偵襲的基層的勞工 是數以萬計 是不是 那你現在我請問你 去哪裏請 你現在還在香港 還在周圍那些建樓的樓盤 我當你那裏地產市道一般的 對吧 但是你這兩大叫做龍頭工程 是在動幾百億幾千億那些 你還有大量勞工 OK 香港20年來建樓盤就靠這個叫南亞裔 巴基斯坦 東南亞 甚至是尼博爾 但是現在你香港和整個世界脫勾呢 那裏南亞的人還會不會繼續來 或者你招募那裏是不是困難 或者別人那裏去越南 或者去新加坡 或者去這個跟著那些大陸撤出的 那些外國生產線和工廠走呢 這個未來十年肯定是一個人力結構的重大危機 所以是不行的 所以輸入外勞的問題就是 你說由大灣區那裏輸入 大灣區很夠嗎 所以這些就是整體的一個全球化之下 帶來的這個叫人力結構的陰影 在香港必定不能獨善其身 而且效果是更為強烈 我也同意 因為如果將香港和英國倫敦比較 我當然覺得現在不恰當 因為香港已經不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了 我想說的最重點是他和大灣區之間的人口 或者是人力的交換 是一個道德問題 我不再學術地討論什麼叫輸入勞工 對當地經濟的影響 就業率那些廢話 那些留的那些學者在那裡吹水 我說一個道德問題就是香港特區政府 要鼓勵香港的年輕人去大灣區發展 記不記得 是啊 沒錯 你推些年輕人去不去一件事 但是你政府有提供津貼和優惠 給他們一年擁有很高的薪金去的 還有現在一直各個政黨或者建制都在推 回去大灣區置業 做事 享樂 退休 包括年輕人就業 喂 我們做編劇的我們經常都說 四個字叫做自圓其說 你把年輕人推回大灣區 那你就遇到香港的人力資源會喪失 還有沒有人會再做剛才屠生你說的那些操從事 你把年輕人推回大灣區 現在你在那裡大喊十年就說不夠人手要在大灣區 叫那些人下來 喂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兩邊的口供夾不到 還是他們自己燒壞腦 那如果最簡單的 那你不如叫那些年輕人留下就行了 不回大灣區在那裡上班就行了 叫大灣區的人下來填他們的位置 那整件事是不是有點愚蠢呢 陶先生 這些是特區政府這些土著當家作主 我十幾年前開始說了 這種叫做思維粗糙 是不是 還有叫做管治粗糙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當他在去年 在那裡吹奏大灣區 說大灣區還是過三兩三年之前 在大灣區那裡喝喜茶 你記不記得 你在香港有一個炭的大灣區一樣有一個炭的時候 那時候的特區政府管治團隊是沒有想過 原來很快就有一個叫做人力結構的問題 是不是 他那時候沒有想過 還有在那裡吹奏大灣區那些部門 還有他們拿了一個公帑 拿了撥款 他們只是想那個畫面 還有想怎樣說好香港故事 當他想到說好香港故事的時候 他是不會想的 這個叫做人口老化 還有你叫香港的年輕人上大灣區喝喜茶 還有你津貼 說這裡人工低 香港的年輕人帶你去大灣區那裡做事 通地都是工 當他這樣吹奏的時候 他是沒有想過 原來哎呀 是的 原來這裡有很多工不夠人做 知道嗎 這些中國成語裡面的故事 很久之前叫做鋸箭法 當有一個人中了箭 然後找一個醫生來看 他就將在外面那一部分 那個箭竿就剪了它 還有箭頭留在裡面 這些與我無關的事 我只是管外科 外科你只是剪那個箭頭 你也要做手術 所以現在整個特區政府 我告訴你 那種管治結構 他是不斷去派錢 立法會那裡就不斷去加人 然後公帑找一堆人進去 走走走走走 喝喝吃吃 接著就去東南亞那裡又說考察 考察完就試完那裡的肉骨茶回來 你叫他坐下來 你叫他坐下來 然後就去東南亞那裡 那裡又說考察 真是要考察 真是要管治 這幫人是沒有這樣的能力的 所以連夏寶龍下來 都是跟他們拍張大合照 你問這個夏寶龍 他是心知肚明 但是他自己也沒有辦法 因為他也是大陸的體制機器裡面 其中一個環節 這個世界加上這一邊的人 大家叫做吹水賺食 吹吹吹吹就當是真的 就是做了 就當是翻身了 然後真的你吹吹吹的時候 全球化的浪潮一湧過來 一些很實際的 是要解決失業就業 吃飯 通脹物價這些 一坐下來那本掃寶 一攤開他就知道大陸了 所以大陸都是兩個系統 李克強那個不是吹水系統 李克強那個他做中國國務院總理的時候 就是要實實在做解決吃飯就業問題 所以你不看到李克強吹水的 但是另一個黨務系統 是講中國夢 偉大民族復興 那個就是吹水的 吹吹一下 你是不會吹不到 那個真正的GDP出來 那下面就跟你做數 現在你香港納入的那個文化系統 一樣的 你知道嗎 當你說好中國的香港故事的時候 你最重要是磅水 最重要是拿錢 我可以在大陸那裏 撥了10億出來 我交差 我在那裏登廣告 擺路牌 然後另外一個部門 我負責叫做大灣區 這個叫做宣傳工作 我不是在那裏說 你進去喝喜茶 但是呢 到勞工部門那裏 在那裏交給李家超 那裏說這裏不行 包括那裏叫做小巴司機 那裏現在呢 切切實實 3、5年之後沒有人拿 那時候勞工部門這些 就不是負責 講好香港故事和大灣區 那些吹水 那些吹水專業的 他不是負責的 那現在幾個東西放在那裏 就不協調了 還有一個道德問題 剛才我都漏了說 就是 香港那些工作 你剛才說的基層 我甚至說是厭惡性工作 那你就叫那些年輕人回大灣區 我不知道是不是做IT 或者什麼人工智能 之類 就是高端工作 那就是說呢 你留下一些低端工作 就讓大灣區的同胞 就下來做 我不管了 那些叫水手號 三行 地盤 還是零售 因為如果那些工作 是高端的 那照計 你就應該把香港的年輕人留下 鼓勵他們做 那現在你推他們大灣區 就是做高端的事情 什麼check GPT 什麼人工智能 那現在你就把那些低端的工作 留給大灣區的同胞 就是中國大陸的人 這個不是輸入勞工的問題 我認為這個是中國和香港之間 特區的關係問題 沒錯 提升到這個層次 因為你是把一些低端的工作 甚至厭惡性的工作 留給中國大陸人 那你用低的人工 請他們回來 去做這些工作 那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把中國大陸的同胞 當下四 你再隨便想上去做asion 那這樣呢 如果你想跟他一樣 那現在就不用做 就要用於提升 那現在每一個人工智能 就要用於提升 他就要給他們一個人工智能 就是一個人工智能 所以現在我給他們 現在特區政府有一個部門在槍斗教育 不能歧視大陸的骨肉同胞 不能夠槍斗族內歧視 但是同時 好像你剛才說的那些厭惡性的工作 現在這種趨勢 就是留給大陸人下來做的 是不是 我懷疑而已 我不知道 絕對是 我問你 你現在走去全港十八區 你巡巡那些公廁 公廁的清潔工 洗廁所 不應該這麼說 叫做公廁衛生主任 他不是貼一張照片在日本 出琴相 貼一張照片 你看看那張照片 你看那個名字 你再看看阿伯和阿嬸的年齡 然後你跟他聊兩句話 是不是 他講那句粵語 是不是 你看看有什麼 有沒有口音 是不是 純正在香港 1950年出生 今年是73歲的一個地道的香港人 是不是 現在你看不到陳立品 馬少英 大聲婆這些 叫做地道的香港的潘如順德人做這些工作 全部新移民 那些快餐店 那些女士營 很多人都在外面 40歲以上的單親 都在內地下來了 是不是 有沒有 哎呀 啊 抱箱 你很熟透面 我好像在風凳局看過你 我說話真的覺得好 哎呀 謝謝 阿沈 哎呀 我們這裏不止雲吞麵的 還有叉燒湯河都很靚的 是嗎 你們老闆是什麼人 我們老闆就是香港人 你呢 我來這裡五年了 真可憐 帶了兒子下來 香港什麼都好 不要太多這些暴動 我們來到香港都是找一口安樂茶飯 他已經學到找一口安樂茶飯已經很厲害了 因為這些香港的地道土話 但是對不起 是新移民 是不是 當然你去到尖沙咀銅鑼灣這些 多外國人和多西方現代化的 那些也是香港年輕人做的 譬如日本餐廳那些 他覺得帥氣一點 但是在那些便宜的快餐店那些 一定是大陸新移民和上年多 對不起 我指出這個事實 是不是 你覺得是不是逐內其事呢 我沒有說哪個對 哪個不對 還有你剛才提到很多那些叫做厭戶性的行業 大家很多香港人看不到的 譬如說上海水逃房 湯豬那些每天 湯幾多千隻 那些你去做年齡調查 有沒有年輕人願意入行 還有通坑渠 是不是 還有修整那些市渠 尿渠 這些叫排污 是不是 還有這些叫殯儀館 那些做堂官 還有在那個臉房那裡收屍 這些都沒有人入行 還有沒有人入行 還有殯儀館 死人化妝那些 沒有人肯入行的 因為這些不夠型 如果這樣叫做ViuTV招攬 藝員訓亂班 就有很多人逼爆去報名 是不是 要開一套新戲 現在香港 這個叫做電影工業復蘇 開一套叫做毒蝕大藏第二集 是不是 招聘十個年輕演員 因為那個水哥那家律師行大展鴻圖擴張營業 他說在第二集裡面 它是一個新的香港年輕的法律團隊 要請多些演員 那裡你收到起碼是兩萬張報名表 但是你說一間餐廳去招請樓面經理 是沒有人肯做的 這些不只是香港 倫敦 紐約都是 所以為什麼英國政府BNO那裡吸引香港年輕人過去 有它的算盤打算 兩年前已經說了 你香港後製後國而已 而在那裡嘲笑 你們去到英國哪裏有事做 就做一些操重的事 是啊 慘得過你現在在香港 操重的事這些職位你都請不到人 是不是 你現在就知道了 所以你笑別人的時候 麻煩你低頭看看你自己是什麼身世 是不是 不是啊 你剛才說得對 在英國因為它有最低工資保障 你做勞工階層 人工絕對不低 英國 加拿大 澳洲 它有某種社會主義 香港不是啊 香港仍然是中國人社會 在這個人力的階級剝削和壓迫是特別殘酷的 不是這個民族 怎會在一百年前有共產黨呢 是吧 就是因為這個階級壓迫 是吃人不吐骨 是吧 在那些上海 這些賣辦 資本家 剝削工人 是暗無天日 所以才有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 英國不會的 因為基本人工高 沒錯 我們之前說過英國罷工那一集 我都提過了 我做過資料搜集 人工最高的是地鐵或者鐵路的員工 一般普通都已經三萬磅一年 如果去到一些資深的司機或者火車司機 是超過五萬磅一年 這些人工的標準 大家有什麼概念呢 即使你是醫生或者護士都未必有 護士都好像是兩三萬磅一年 就是不會高得過在一個地鐵的火車司機 另外其實一般來說 如果你有技術 這裡賺的錢是多很多 譬如你懂得做圓藝 一些維修 這些全部每個小時的時薪是十分高 相對於我們一般香港人很仰慕的白領 譬如說做地產銷售 很多香港做地產銷售的那些 可以做到盤滿盤滿 自己成為業主 賺大錢 但是這裡做地產銷售 賺的人工我肯定比貨車司機少 因為他沒有用的 而且他們都是只不過一般寫字樓工作 賺的可能是兩萬多磅一年 這種就是在外國不同的情況 當然還有很多香港人來到 都不介意做一些我們叫做努力工作 基層的工作 做貨倉 做適應 做很多送貨 金心命底 因為成十磅多一個小時的最低工資 而且享受一個受尊重的行業 以及即使BNO visa都可以投票 聽說五月又可以再投票 於是這個不只是說一份工作是否厭惡性 一份工作可能在香港是厭惡性 去到英國有人很願意做這份工作 甚至爭著做 這個沒有辦法的 這個是一個水向低流 人望高處 為了生活和享受的自由 這些就是每個人付出的代價 因為這個英國、澳洲、加拿大 這些人也有一個叫議會民主 一早已經有勞工政黨的代表 一百年前已經入了下議院 這個問題人家一早已經是解決 或者是解決的過程裡面 這個問題不斷完善 香港就沒有現在發現 一覺醒來沒有這樣的優勢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能夠增加這些基層勞工的人工 本來有一個叫李卓人 有一個叫職工盟在代表他們 這個階層 老闆麻煩你代表他們好些 那你現在都拘捕又去坐牢 現在剩下一個二十元張 還有兩元那些老人的交通津貼 都說浪費錢 所以你叫香港特區 就真的進入一個叫做 中國特區特色的 叫做一個相當之殘酷的資本主義社會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人工一高的話 沒有人走來投資 你以前銷售的就是低稅制 低營運成本 不要緊 雖然那些廠和寫字 流粗金貴 但是人工便宜 你說日夜走來開工 早上離開江門石旗 然後用交通工具接他們 走去明日大嶼那裡 擔沙填海 然後晚上又用巴士 載他們回去 那我請問 你巴士那裡接載 那裡都是一條數 是不是 還有很多 你進去東區大都會 這些新界的地方 還有 周居勞頓 你不要忘記 人家進來丹麗爬高爬低 是八個小時 那個勞力是非常辛苦的 然後你在大班區 早上一個小時車 然後做完又一個小時 再回去 為什麼你不在就地 建一些方艙和劏房 給這些勞工在那裡做宿舍呢 所以現在那些人 想一想一想 他不會想另一想 大灣區不叫人 因為他被那句洗腦 叫做一小時生活區 你都不知道大灣區 住的是什麼人 其實原住大灣區 他本身什麼 少慶江門 或者是廣州一帶 那些其實本地的廣州人 他們有錢過你 他們都不做本地廣州的工作 廣州的基層工作 都是外省人走來做 那你在大灣區招什麼人呢 你就是再招那些 來到廣州的外省人 去來香港做事 那整件事 是荒謬的 因為那些人 如果已經在廣州裡面 他找到工作 他用來香港嗎 而其實連廣州 整個珠三角的工人 和這些勞動人口都不足 就是因為現在 全球化之後 很多內地勞工的條款 或者成本增加之後 很多廠都倒閉 去越南柬埔寨 就是因為他們請不到人 那如果連中 連珠三角 或者廣州這一帶 都請不到人去做廠 那你在大灣區招什麼人 難道你招到聯仙 西關大少那些去嗎 那些人不可能 那些人不會跟你做的 深圳福田那裡 那些大陸人 各個都做了業主 那些人在打麻將 在收租 雖然一個單位 是收1500元人民幣 一個月 他有20個 是吧 每晚都在聽 如果他們翻牆 現在還在看風雲谷 你說大陸 是不是有失業人口 人浮於是呢 有 每年一千萬大學畢業生 每個都想去找工作 但是他們擁去城市 重慶、成都、上海、天津 是想找回企業的文職 包括最好的外資 想找鬼老公 因為會代他們更好 上廣 是吧 是的 叫做北上深廣 是吧 北上深廣 這些人口 那個失業人口是非常龐大 但是你叫這幫大學畢業生 和18至28這幫人走來香港 擔沙、填海、堆泥 他們一樣不會做的 所以那個叫做年齡斷層 那個勞工人口 那個年齡斷層是中港無分彼此的 是吧 所以你要招攬勞工 麻煩你入遠一點去到寧夏、金屬、淺海 招到 最後招哪些呢 娜娜、小雄那些全部招到的 因為那些名義上來打工 或者是接受你那個安排 打磚的頭 她是嫁人、生兒子和持工的了 因為她來香港的目的 不是真的來打工 小雄和唐娜會很樂意過來的 這些徒先生你應該清楚了 叫我找回見 雖然勞工進來 慢慢變成精英 拿了精英的代表 你給我定 那些大陸妹和大陸人 比你更聰明 她們在一個森林裡面生存 她們有那種寧陽對付豺狼 和老虎獅子的那種求生 和轉型的本能 是吧 說回來 你要請兩萬個小巴司機 你都沒有想細節 是吧 第一 那張車牌是真是假的 她那張牌下來要不要考過 第二 她駕駛這個小巴 是否熟悉香港的那種路面 那種路面 是吧 第三 大陸就是這些駕駛貨車 駕駛貨櫃車的 衝開那些幾百里的高速公路 她當了香港的屯門公路 不斷衝 學了其他香港的小巴司機 那種暴走風格 是不是呢 翻幾次車 你們又要檢討 大陸那些這樣的小巴司機 是不是他們的車牌 那裡是不是又要考過呢 是吧 到你死十條八條人命 那時候不要緊 你立法會又會有一個小組 去檢討的了 是吧 反正呢 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 小巴已經是另一種 另一種交通生活圈 你答就答 不答就不答的 是吧 我可以說 現在那幾多個 90個還是82個立法會議員 你問一下他們自己平日新光頸 一年他們坐幾次小巴 是吧 他們去西環見人的時候 是不是坐小巴去呢 是吧 所以這些已經在雲端高高在上 所以這個叫做輸入 這個叫做勞工人口 是吧 今天就是時間所限叫做上閘 還有其他很多行業 無論是貴還是賤 無論是富還是貧 無論是用腦還是用四肢 香港這個叫做人力短缺的計時炸彈 現在已經開爆了 是吧 今天我們繼續說 香港現在呢 終於遇到很多的大問題 其中一樣呢 就是這個問題呢 其實不是靠錢搞得怎樣的 就是今後一個可見的將來 香港的勞工短缺 這個叫做嚴重的結構失衡問題 所以搞到立法會有些議員 就希望特區政府輸入勞工 因為很多的行業基層的勞工是不夠人 比較海人聽聞的呢 就是已經特區政府有意輸入大陸的司機 是走來香港接手拿小巴 第一批是暫定五百 正如我們在上一站說 這個呢 現在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 勞工短缺呢 就是全世界 下一代 拿著手機玩TikTok和社交媒體那些呢 基本上就是躺平 否則呢 就是讀完大學之後呢 就絕對不肯做那些操縱的事情 個個呢 不是想著做IT 就是做YouTuber 一偶呢 就是做這個叫做工商管理大企業 可以呢 是文職和寫字流 Work from home 是可以上位的 還有說 不要低估了過去那兩年 這個所謂的COVID的後遺症 就是呢 你動態清零也好 與病毒共存也好 你搞到下一代人呢 就在家裡那裡 就算有空做 就叫做Work from home 現在呢 你開關放出來 叫年輕下一代走去駕巴士 就是駕的士 駕小巴 在香港來說 你一定是遇到巨大的阻力 因為呢 現在年輕人的心態 經過這兩年COVID 再加上平時這些 玩TikTok YouTuber 和社交媒體群組 是說話 這裏好玩 那裏好識 是全球化之下 就是下一代 是失卻了做勞力的工作的志願 所以你看到 法國為什麼會罷工呢 就是抗議這個馬克龍政府 將他退休年齡呢 是向後延伸 英國呢 也都有這樣的傾向 其實你在香港聚焦這個問題 特別嚴重 因為再加上現在這個 你和西方文明社會 是主動脫鉤 很多工種呢 面對將來 美國 那個晶片 高科技種種的抵制 還有這個社會的氣氛 醫護人員 其他專業的流失 變成了香港那個勞工短缺 職位的減少呢 因為金字塔頂 第一就是醫生 現在就向大陸輸入了 第二就是下面的底部 就是基層勞工 例如是小巴斯基 大家就知道 你看到整個香港 是沒有了有力的反對派 在這方面來說 是與取與攜 是任由宰割 最後就是 觸動到一些基層的利益的時候 你靠那些親中的勞工團體 在那裡不斷地說一下 你覺得有沒有用呢 鮑先生 我首先回應很多 在昨天那一集的留言 因為很多朋友 比我們更加熟知 勞工市場的情況 譬如他說 原來天星小輪的水租 只有14000元一個月 所以找鬼去做 年輕人怎麼會做 另外原來那些小巴司機 例如專線小巴那類 每天得300多的實際收入 因為很多成本要他們自己揹 而其實現在 很多人不搭兆巴 或者乘客已經減少 加上地鐵開了很多線之後 這些專線就逐漸適微 變成這些小巴司機 找的人工只有一萬元一個月 所以一定是大部分都是退休的人士 或者已經半退休了 不想回一份長工的人去做 或者是炒散 所以為什麼請不到人呢 其實那些人說 歸根究底 就是人工低 待遇惡劣 如果你肯加30%的人工 大把人搶著 所以其實回到核心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香港這些 我們叫做基層的工作 或者勞動力密集的工作 老垃圾也好 水手也好 司機也好 為什麼人工這麼低呢 不要忽略 香港其實是全世界 數一數二 那個物價指數 或者生活條件 最高的城市 拍得住倫敦或者紐約 那既然一個這麼高消費的城市 照計水漲船高 這些服務性行業 應該是更加多的收入的 例如倫敦 你去做個市應 或者是你做個司機 其實收入都不低得過普通的白領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 那些錢去了哪裡呢 那些政府這麼多的開銷 或者是市面上這麼高昂的物價 那為什麼最後落不到在工人手上 那些錢去了哪裡呢 這個才是最核心的問題 再問輸入多少外勞 其實都是無補於事的 因為這個世界呢 是自由社會 就算你找大灣區的 你都不是拿槍寒著他進來的嘛 他都要自願的嘛 他來到香港找的錢 如果不是能夠合理地在香港生活到呢 其實他寧願在深圳 寧願在廣州 寬余 雖然賺少些 但是生活水準便宜些 例如很多人 我都說過很多次的了 在珠海生活 指數便宜得很厲害 於是他寧願在那裏工作 或者是生活 都不來香港 這個就是歸根究底的問題 而不是究竟有沒有人做事 或者是究竟年輕人 願不願意上班的問題 是來來去去講到尾 就是人工被人壓得太低 工聯會從來不敢出聲 從來像晶式反抗的 陶先生 這樣 多謝各位風雲高的谷友 我們昨天講完上集留言 提供這些寶貴的資料 原來天星碼頭一個 是解纜和賣船 趕著扔那個聖圈的那個 所謂的水手人工只有14000 小巴司機平均是只有1萬元 為什麼沒有人肯做 就是正如你說人工低 如果這個資方不想加工 而保留14000元和1萬元 鬆一點 是請那些水手 和請小巴司機的話 你在大灣區輸入 都解決不了根本的問題 就是什麼呢 如果14000元一個月做天星小輪 那些解纜的水手 那個人已經是一個中年人 五十多 當你是六十頭 好了 那個人是一家之主 他應該有老婆 應該有兩個兒子 OK 那請問拿14000元 他用來交租交多少錢 他有沒有物業 還是一定是住這些公屋 是不是 好了 那你說這些人 如果我覺得 我當他們14000元和小巴司機1萬元 你在香港 香港土生土長 我當你拿了公屋 如果不是 你沒有公屋 你沒有可能租到屋 是養妻活兒 是不是 劏房也不行 劏房也四五千元 是一個月租 這個數據是很重要的 原來在天星碼頭 解纜過14000元 而這個是中年人 我跟著問的問題 這個中年人 14000元的家長 到底他怎樣養妻活兒 還有他交多少錢租 他買了房子還沒有 這是你回答不到 是不是 是 好了 如果這些工在香港也沒有人做 你在大灣區那裏 搬一班大陸人 進來做 這班大陸人赤手空拳 他照樣購回14000元的水手 天星少林人工 照樣賺回1萬元 小巴司機的工資 請問他兩手空空外地人 下來 他又沒有空屋輪候得到 他拿著1萬和14000元 他住哪裏 我問你 是吧 他晚上要睡覺的 他水手那裏 難道晚上天星碼頭小輪 我優惠 我晚上給你在下面二等艙那裏 掛著單 在那裏睡覺 是不是這樣 那些大陸的小巴司機 如果下來 你那個人工 你不加他 他是不是1萬元 晚上在那個小巴那裏睡覺 然後洗臉朗口 就近公廁那裏搞定 是不是 一個14000元 一個1萬 你在大灣區輸入 那些基層勞工 你也要解決他晚上睡哪裏 是不是 睡街 還有一樣 政府或者一些議員 很離地 很離地的想法 就是他想一條計 就叫做 日後就載他們過來上班 晚上載他們回去大灣區 就睡覺 如是者 就可以補充到勞工的問題 OK 他不知道 其實大陸人 不是沒有人願意 捱那些低的人工 以及高的生活消費 來香港 是有的 我自己親身都知道 例如我以前在大學裏面 教那些 讀Master 或者PhD 那類的學生 他們畢業之後 他們就算找工 找到一些 人工偏低 萬多元個月的工 他們都願意做 那為什麼呢 目的是因為他們想在香港 是留七年之後 就拿香港身份證 和特區護照 獲得免簽 甚至可以幫助他在大陸的親戚朋友 資產的配置 於是他們帶有一個 我叫做崇高的目的 就想成為香港人 願意捱這麼低的人工 所以他們才會留在香港 換句話說 其實就是一個香港的身份證 吸引他們 那如果政府想的那條計 就是他們日頭來的 晚上走 即是說他們不是居留在香港 即是就算他們在香港 翻足七年工 他們都不是永久居民 那你將大陸人 最重要來香港的目的 就是成為香港人 這件事 就是條件拔走了 就叫他們只是來打工 我告訴他們 如果這樣 是沒有大陸人願意來 就算來的 都不是真真正正 是願意為你打工 一定是有其他的目的 或者其他的原因 他要來一來香港 究竟他放工之後 還不回去 還是或者放工之後 他做什麼 這些你控制不了的 你閉環式都不行的 所以整件事 是政府想當然而 他不知道大陸人來香港 其實真的有很多很多 願意捱低人工 不過條件就是你被他 坐足七年 拿香港身份證 所以他要去做 那你問這個問題 是問得很關鍵的 因為呢 500個小巴司機 這個位置 香港沒有人做 我在大陸請進來 我都說魔鬼在細節 如果小巴司機是萬多元 你在大陸請回來 這個拿小巴 OK 早上你用什麼交通工具 在大灣區 在港珠澳大橋 或者叫他坐高鐵進來 車進來香港 早上開工呢 小巴是早上最忙的 不要忘記上班時候 叫做8點鐘 我當你知道是6點鐘 5、6點開工 5、6點開工 6點鐘已經開工 對 5、6點的時候 很多基層的市民要坐小巴 是嗎 那些人說 即日來回大灣區 他是不是要凌晨4、4點 在那裡要起來 我不知道是出海幫門還是哪裡 然後我不知道坐什麼的交通工具 一小時生活圈就來到香港 無論如何都要一個小時吧 是嗎 然後坐在小巴上開工 一趟 我不知道是否應該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你還要很熟香港的 那些路面、交通、單程路、雙程路 香港這些以前英國殖民地政府留下的 那些很嚴格的 這裏雙黃線不准停 那裏單黃線不准停 這些大陸人在大陸 他們有不同的生活價值觀 OK 他們的交通路牌 或者他們考牌 不知道怎麼考回來 回到來頭三個月 頭半年 就不斷接到牛肉肝 然後就在街邊 跟這些警察叔叔扯火 OK 然後10個小巴司機 9個都拿到燥 是嗎 這些大陸人下來拿小巴 他不會每個是雷鋒叔叔的 是嗎 是嗎 好了 你叫他早上一個小時出來 然後踩夠八、九個小時 然後晚上 又不知用什麼交通工具 送回他石棋中山 然後在那裏睡完覺 睡大約 你現在計算了一條數 六個小時左右 他又烏眉盒睡起來 就是第二天再開工 你找阿水做嗎 找誰做這些工 是啊 不是找阿水做 照樣是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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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不敢坐 這家小巴 你敢不敢坐 我問你 香港人 我問你你敢不敢坐 這些小巴司機 對嗎 到時怎樣 香港人一定會閹簽 很現實的 那一家小巴司機是大陸人的呢 對了 用警方的那條招 將軍到業主大人 掛上項牌 OK 讓我有得選擇 我在揚手 看到那一輛一停 然後我看到擋風玻璃後面掛著牌 我不上 不上 我現在等下架 不要搞了 我還是相信香港那些 喂 是一條命來的 是不是 說到這件事 還要加上 現在特區政府 叫做俗內歧視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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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又沒有得選擇 我現在我住屯門 我要出這個叫天水圍 是不是 早上我要鏡著一條命 我是香港基層的市民 我又沒有得選擇 阿sir 我沒有得選擇 這些是中國同胞 血龍於水 有人不行 你是不是中國人 我說過小巴司機 為什麼看到我不上 你嫌我養衰 你是不是中國人 我是不是哪裡來 關什麼事 我不是香港人 這樣又怎樣 我是中國人 不能開車嗎 那你怎樣 是吧 是啊 真的會 到時候 到時候在站頭 大家很禮讓 看到個小巴 你先你先 我還在等人 我不趕時間 香港人到時候站頭 那些小巴站 香港人突然會很有禮貌 都是你先 不要 你先 你想 不是 我不是這麼急 其實 大家都知道 那個小巴司機 是掛著項牌 是不是 這些很實際的問題 為什麼會有封雲谷 我跟你在這裡研究 是不是應該那90個立法會議員 裡面有人出聲 是吧 沒錯 他們每個人 舔十幾萬 我和你封雲谷 那裡有多少錢 沒有的 是吧 很不好笑 很不好笑 你不要跟我說 族內其事 我現在跟你說 人性和現實 是吧 不要忘記 他都是 駕來駕去 都是一萬元 然後 他不把小巴 駕到炮彈 飛車那樣 我就真的 就是把頭給你 是不是 還有一件事 陶先生 我記得曾經 風雲谷在開台的時候 有關於請大灣區的護士 來到香港工作的時候 當時有記者問到 如果出現一些醫療意外的時候 那怎樣追究呢 當時特區政府就說 不可以這樣 人家是帶著好意來的 或者是這樣 就不可以這樣問的 我又問一個問題了 職業無分貴賤 又不應該分 護士高級一點 小巴司機低級一點 那如果小巴司機 牽涉到一些交通意外 或者是傷亡 命案 或者是賠償 那他是不是應該跟大陸的護士看齊 當日COVID 下來幫忙那些 就是 他們應該都是豁免的 如果不是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職業貴賤的問題 會有一些好像不太公平 為什麼護士當時可以 不需要追究醫療事故 如果現在小巴司機有交通意外 那香港人又是否受到保障呢 牽涉的法律問題 又真的值得參考 因為當日這些護士下來 有人問的時候 就會涉及到一個很政治的敏感 你是否對內地同胞帶著敵意 你是否就是香港本位 所以特區政府那時候的官員就說 人家是帶著好意下來 這個呢 如果叫做帶著好意下來 這句話大了 他又吸十九歲的我 那套戲 無論是英華還是導演 在十年前 都是帶著好意去拍的 OK 對不對 那帶著好意呢 是不是就是天這麼大 是大了呢 這個此其一 還有這個叫做前特首林鄭月娥 開了一個愛國先例 就是那時候 派了一群大陸的醫護人員下來 幫你們搞的那些COVID 那些什麼東西 那些什麼東西 他是在那個羅湖橋頭 還是在那裡 對著他們鞠躬 是不是 這句話很經典 是很經典 找回那張照片 這次是你五百壯士 第一批請他們回來開小巴 是不是應該 現在的特首 第一炮 也都效法林鄭月娥 對著這五百二事 鞠躬一鞠躬 做一場戲 然後中央台 新聞聯播 是吧 好了 工業工 那就麻煩了 這五百個然後上車 然後呢 開始開了 誰知道 遇到我剛才所說的問題 那怎樣修科呢 是不是 是不是 這些呢 因為我現在說了這麼多 都是說了五百個小巴士機 是一番 還有其他基層很多職位都沒有人做 是不是 這些清理公司 還有駕駛電車 是吧 這個叫做占式碼頭水手 駕駛電車 是吧 還有駕駛道海小輪 港外線碼頭 是吧 譬如這個叫做中環 去梅窩 去長洲 那些 那些船 你不要忘記了 駕駛到出去那邊都很大浪 是吧 試過有一晚 是吧 看煙花 是吧 南亞島整隻船翻了 是吧 駕駛這些船 那麼大陸那邊 大灣區的那些勞工有沒有經驗呢 那個駕駛的牌怎麼考呢 是不是海市處那裡考核呢 是不是應該問這些大陸的 這些運輸司機 他們那些牌 是怎麼考回來呢 是不是要提供單位證明呢 人格保證呢 是不是幾十萬張證呢 是吧 你會不會走去問啊 是吧 是 你知不知道現在在大陸 在那個銀行戶口那裡提出十萬元出來 都要交十張八張證書 是吧 你的出生資 結婚證明 是吧 譬如你老婆死了 老公去認領 是吧 要交很多證件 是吧 所以中間那些泛民浴節 是吧 所以你說輸入勞工 只是那五百個小巴司機 我們封圍谷講一集 是講不完 這些問題呢 是全部要特區政府的官員要回答的 不是說他帶著好意下來 是吧 我們一小時生活圈 是有大灣區這個叫做強大後盾照著 那就變成了香港夢中國夢 是吹得的 就可以解決了所有問題 不是的 還有其他各行各業72行全部都短缺 是吧 沒錯 還有貨幣車司機 只是開車都幾十種 是吧 其實牽涉到行業都是一個很爭議 因為以往呢 其實輸入外勞 都要視乎個別行業的需要 那個勞工局才會批 不是說你人手短缺就一定批 比如建造業 現在都說缺乏人手 但是現在建造業的總工會 就說影響本地工人就業情況 反對 知道接下來還有很多大型發展工程 而輸入外勞也是解決人手緊張的方法 但是大家都知道現在 就算不要說那些什麼紮鐵地盤工人 就算說一般油漆 我還在香港的時候 我聽一些油漆師傅親口跟我說 他說現在一工差不多 他們都成千多二千元 但是都沒有年輕人入行的 就算賺到錢他們都不做 因為事實上那些年輕人 真的不喜歡做這些操縱的事 少數的當然願意為了錢去做 但是他們通常都是做一段時間之後 找夠了就會轉行 或者是不會再繼續 所以這個問題 就是治標不治本 即使你現在靠這麼高的人工 一工去吸引人入行 都解決不了 唯有都是輸入 一直以來都有輸入南亞這些工人 去解決這個建築工人不足 但是現在這麼多的大型工程 現在建造業總工會又跳出來反對 那現在政府怎麼做呢 怎麼平衡呢 又或者其實 就是所謂的保障香港的工人 更加是令到 其實整個那個勞工的市場 出現了一個不平等的現象 因為你請回來的 其實你壓低他的人工 包括我們一直說的外融 其實人工都是比一般香港人 的人工低很多的 那你請這群人回來的時候 比如剛才說的小巴司機 那你用什麼人工標準去請他呢 如果你跟香港的人工一看齊的 一樣的 那其實你對於其他請東南亞的外融 又是不是出現了一個不公平的現象呢 為什麼大陸的人來到的人工 就跟香港人一樣 但是你在菲律賓 印尼請的人呢 就不一樣呢 那當初的理由就是 因為他們的生活水平跟香港不同 因為他們低 喂 對不起 在中國大陸的生活水平和他們的人工 都是比香港低的 一般來說 溫家寶總理和後來 李克強都提過 真的很多人只有 一兩千 三兩千人民幣一個月 那人工是不是應該又跟他們的人工去請呢 而不是給香港的人工呢 嘩 所以剛才陶先生你說 牽涉到個細節的問題 就真的很多 每一樣都可以出事的 是吧 是的 正如你說這個東區 叫東區都會 是吧 明月大雨 你要請真是數以萬計的建築工人下來 擔沙填海島碩士 是吧 說完小巴斯基的五百壯士 現在不如說說建造業一點點 不用我們出聲 建造業總工會副理事長 因為他叫唐浩已經說了 他說政府不諮詢建造業 就開始繞過勞僱會 輸入大陸的建造業工人 是會破壞勞資官三方關係 這位副理事長嚴正指出 建造業工人並非長期短缺 只是部分工種特別短缺 應該就不同工程其工地缺人的狀況 先和工會商量 聽著 工會是把關的 不是特區政府自把自為 再決定輸入外勞的數量 因為建造業確實翻很多 是吧 三行 是吧 炸鐵 水泥 這些在香港殖民地時代 幾十年來自小要學師 是吧 大陸那些 對不起 又要講到雙小小感情 是很多豆腐開工程 蓋房子 是吧 效率很快 三個月就說蓋好成條 叫做天橋 高速路 那麽 那麽跟著十天 十年八載之後 你可以聽到那裏 無端端成河樓塌 是吧 這些大陸的建造業 下來了 它是不是又要上過一些 關於建築工程安全的訓練課程 是吧 加上這個工會那裏 工種特別短缺 你是不是要特區政府 又派一個政務官去帶著鋼梯 就讓工會和那些地產商在那裏指下指下 這裏我們只欠三個 你就請這個叫做三個是炸鐵的 四個都不行 是吧 還要下來要懂得炸 還要是香港那種炸法 不是大陸那種 那你就死了 是否要考牌 是否要考過市 去哪裏考 是吧 對嗎 所以這些勢還有 是下來了 又是多少錢人工 是否又是當日來回回去 租居勞頓 做事日曬雨 臨七八月開工四十度 做了八個小時 然後開完工之後 又等坐哪輛車 是吧 是否特區政府有車 是在工地那裏 又要載他回大灣區 過夜明天又載回大灣區 過夜明天又載回大灣區 又載回大灣區 是否這意思 所以這些又是未能說得通 還有為何一定要在大灣區 我問一下 為何一定要在大灣區 很多菲傭 很多印傭 幾十年來香港 很多社工 都指出 他們和他們自己的老公 和家庭長途隔絕 老公就放在菲律賓 自己包兒奶 或者打麻將 老婆就在外面做到死下死下 一舉兩得 直接請賓姐 或者叫印傭 叫他們的老公 進來 供一份 妻子一份 不如老公去拿小巴 或者老公去地盤 那裏 那裏 然後太太 叫太太 在家裏那裏 服侍那裏 那裏 在香港還要挨咎七年 他都沒有居留 對不對 然後人家兩地分居 他們有很多婚姻問題 感情問題 家庭問題 性需要的問題 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為何一定要在大灣區 為何不在東南亞請回家 請進來 尼博爾也請開 對不對 這個勞工短缺的結構問題 大陸說的 方方面面全部有漏洞 是說不通的 一說到錢 一說到最實際的居住過夜 你是提供不到一個確實的答案 還是你以前建的那些方倉 是讓那些人住住 是不是 還是你建一堆方便屋 特別的宿舍 是給這些人 晚上你用什麼周居勞頓 一車車回大灣區 不需要汽油嗎 不需要燃油嗎 是不是污染環境 是不是 駕駛那些大巴 是不是油渣 是不是 所以這些就是 是一些 完全不專業的管治 是個個負責 是想自己那一份 很多說了 我就當做了 或者做了 只是做我那一份 不做 不會理會別人那一份 於是整個拼圖 你一塊塊就不買了 是不是 所以其實他們真的離地之餘 就是不知道明白 每一個行業裡面有些潛規則 或者他們不能夠宣之於口的原因 譬如建造業 我也略有所聞 我也認識一些判頭 其實為什麼不夠人呢 很大的原因 除了沒有人入行之外 就是現在是用 架低者得的方法 去拿個標書 通常計算了一個人工的時候 正常的人工 是投不了這個標的 你一定要把那個人工 壓到很低 你才有機會拿到這個標 於是你拿完這個標回來之後 你那個人工的錢 是不夠請一些 真是很有技術的工人 所以整件事 不是在乎究竟有沒有工人 是根本你的錢 是請不到一些好的工人 所以他們通常的解決方法 就是唯有將貨就價 請一些技術低的 或者是用一個低的人工 去吸引人 結果就會沒有人來做 其實那個原因是因為 標書和你的人工 這個此其一 另外一方面 其實大家心裡都知道 行業裡 香港的工人技術是高的 但是人工是要相應地高 因為這些老師傅 幾十年的經驗 是有本事和經驗的 那為什麼會請南亞裔呢 因為南亞裔人工便宜 而且他們真的可以捱 也很多生活是因為他們 信伊斯蘭教 就不會去賭錢喝酒 於是在地盤裡 除了工作之外 就是祈禱 又或者他們一般 都只是在休息 那是好洗好用的 那為什麼 其實業界一直以來 沒有引入中國大陸的 這些建築工人呢 大家心知肚明是什麼原因 就因為 其實他們工資又不是特別便宜 但質素又不是好 再加上 可能有一些煙酒 賭博的惡集 諸如此類 令到整個 就是那個判頭 對於他們的質素 服務是不滿意的 所以是寧願請南亞裔 所以你看到很多地盤 都是多巴基斯坦 孟加拉 那些南亞裔的工人 和香港的工人 而一直以來 都不會在中國大陸 請到什麼工人 除了他們未必來之外 香港的判頭 都不想請他們 即使現在你引入大灣區的 所謂勞力 其實心知肚明 你猜那些判頭 是否願意用 又或者做出來的工程 是否真的符合水準 這些大家自己去想像一下 這些判頭 是吧 前線人員 平時很可能是基層藍絲 小巴司機 可能前幾年都在咒罵 塞住條路 搞到阿叔沒得賺錢 是吧 喂大哥 有什麼好訴求 普選 是吧 拿來當飯吃 你不要妨礙我開工 這樣 現在那些人很開心 全部都抓了 抓了之後 沒有人會跟你說話 是吧 我和你爆衛衝一封雲谷 我不是說和你解決問題 對不起 是吧 我和你隔著海 就這件事的邏輯常識 在分析而已 是吧 所以現在就是 你說建造業和運輸業這些基層 你怎樣勞工短距去大陸輸入呢 是吧 這個問題是不可以當飯吃 不可以拿來救命 是吧 所以說到尾 其實很多都是兩面人 血龍於水 那又不知痛 血龍於水 受到影響的時候就知道苦 就是了 很多藍絲 億萬富豪 OK 你都會選去養和醫院 為什麼 因為養和醫院 要求人全部拿著那些醫學專科的履歷 在英國愛丁堡大學 或者是倫敦大學 就不是北大 就不是廣州醫學院 是吧 很多親中愛國的那些口說 在香港幼稚園都要推行這個叫愛國 由子女去讀國際學校 或者送他去英國 是吧 好了 現在就要輸入這個叫大灣區的工人 很多前線這些所謂的工會的人士 他們都是當初簽署支持《港版國安法》 和拘捕黑暴的 OK 那現在呢 我不可以說這個是一個共業 這些問題 唯有他們自己去想 和特區政府慢慢溝通 記住 遊行示威不是唯一的方法 你應該打電話和勞工局局長 和那些議員 你們自己去慢慢坐下 和平理性談好它 平遇老署的大嗎 拿棋子 rehab 直接進去 oblivion 禁止 定嘵 zza